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广州 这里是位于广州海州区的永兴街 红德立交桥这边 那么今天主要是在这边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广州非常有名的丁字户 大家从这个地形就可以发现 这边全都是高架桥 声音是非常的大 那么我们从这边呢 给大家整体的去看一看 这栋丁字户的一个现状 它这边一共是有五座高架桥 这五座高架桥就包围了这两栋楼房 其他周边的楼房呢 都已经被拆迁了 或者说是重新改造的 你看这个高架桥上面啊 真的是车流量非常的多 整个360度就包围了这两栋房子 给大家看一看 这声音的确是太吵了 下面我沿着这360度的高架桥 给大家去看一看这两栋楼房的正面 顺便呢也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两栋楼房的一个历史过程吧 在网络上众说风云可以说是 据说这两栋丁字户呢 之前是和开发商一共是谈判了五年 一直都是没有结果 它这边还有一个中茨也是包围在这里了 中茨这后面还是有很多的树啊 这里绿化还是挺不错的 你看这前面的这些房子都是非常的老旧 那边就是非常新的高楼大厂 当时政府在这边呢要修建这个高架桥 所以这边很多的房子都已经拆迁了 但是可能这个房子吧 它要价比较高 因为大家都知道广州呢 它作为中国的一线城市之一 肯定它的一个房价呀 整体的这个前景都是非常明朗的 所以房子的眼光可能看得更远 长得更高吧 据说当时开发商是赔偿了几千万吧 但是房子好像是没有能接受 在当时开发商出几千万也是不足为奇 因为它这个体积啊 真的是非常的庞大 所以后面随着一个时间的流逝啊 谈判不好 政府呢也要修建这个高架桥 然后政府呢就想尽一切办法 耗资了不惜意愿的代价 将这两栋楼房呢 搁包围了起来 就是绕着它 三百六十度的修建了这座高架桥 当然了肯定也不是故意包围起来的 毕竟没有得到一个同意 政府也不敢就是贸然的把楼房给拆掉 对吧 就是前面这两栋楼房呢 不过真的很佩服当时楼组的这个决定啊 因为在当时那个条件下 几千万也可以在广州买几套房子 在现在的话资产估计也要三亿啊 现在广州的房价也可以说是寸土寸金 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 楼主到底有没有后悔 当初的这个决定呢 刚刚已经绕了大半圈了 围着这个楼房 确实如果说是在这边住的话 肯定是不太适合 所以呢 这里如果说是当做租客的话 肯定是有点影响的 因为谁都不愿意 住在这里对吧 因为也会影响上班的一个效率 但是他这个外观看上去还是挺新的 这个楼上的玻璃很多都已经是坏了 这个面积真的是太大了吧 应该有好几千平了吧 而且这两栋楼也确实挺高的 而且他这边一楼呢 租个别人做快递 然后23456楼呢 基本上都是空空路远 在这里也看得见这些玻璃都已经很多都是坏了 那个墙上面也是长了很多的这个树啊 还有草 应该看上去 也是很久没有人住了 还有那个厚厚的青台 真的确实看上去是有点可惜吧 说实话如果我是房主的话 我可能会比较后悔吧 再往前面走走吧 给大家待会从侧面看一看这个房子的阵帽 这边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见 它这个上面都是有很多草啊什么的 不过在这边 要做个什么生意的话 租金应该不会太贵吧 它这边还是有路东的 晚上在这里也是冬火通明 据说这里的夜景很好 所以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人来这里打卡拍照 毕竟前前后后也谈判了五年呀 五年都没有结果 最终还是坚持把这栋房子留了下来 真的在当时广州能够拥有这样一套房子 确实是不得了啊 它这个外面看上去都还是挺新的 这里的绿化环境呀什么的都是做得比较好 在这个楼的下面呢还是有几辆车停在这里的 但是上面这几层的也没有看见有人挂衣服啊什么的 你看就这样被360度的五座高脚桥搁包围着 地面也是车子的声音 高脚桥上面也是 即使它这边种了很多树啊 但是这个树的效果 隔音效果 真的是微乎其微 就只有这个一楼那个快递店的好像有挂了几件衣服 其他楼上都是没有 不知道楼主到底有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呢 你怎么看呢